會比較好處理 這盡量特寫 整大鏡頭拉來特寫都沒有關係 它畫面是橫的 對 橫的 好 開始 各位夥伴看一下阿倫這邊或看螢幕的地方 好 那現在 早上 不是早上 第一節課跟大家講我們AB的地方 對不對 我現在要把它塗到這邊來 等一下 角度不太對 這個可以自己調 然後這個 一根針大概十塊錢 我打算讓他們自己來捏 是用不鏽鋼線自己來捏 因為正規白金線好像要幾百塊 好 這樣燒好之後 會騎一聲 這邊會騎一聲 就會有那個熱容 好 來 那我剛才A的地方 掛一點點 掛一點點的時候呢 我會到這邊來 這邊是A 這邊是A 然後這邊是11月04 來 好 那這邊已經有 不能再燒了 因為我就是要活菌嘛 對不對 這邊 好 OK 蓋起來 轉90度 這邊燒 為什麼呢 因為就像是踩到狗屎的時候 希望狗屎就離開你的腳 越弄越稀 這個叫做稀釋 好 那這樣子燒紅對不對 然後我轉90度 剛才看到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轉這個地方 我就知道它的角度在這裡 好 這邊 拉一條線 好 這樣子看我亂化對不對 其實沒有重複 沒有重疊 再轉90度 OK 第二區在這邊 第三區 OK 搞定 好 再換個示範 B 久了以後變成一隻手就單獨作業開筆 你該弄什麼都自己來 來 這邊是逼的樣本在這邊 逼的樣本在這邊 逼的樣本在這邊 先 燙掉 刮一點點 燒 其實應該拿這邊 但是我不曉得 我這邊拿得很穩 手指比較短 然後做了很多年了 也沒有出過問題 好 這邊剛才第一區是這個方向 我現在要拉這個方向 好 第三區 側面看可以看到你剛才的痕跡 OK 好 這樣子的話呢 然後你就標上日期 11月4號 我們下禮拜就來看各位畫的東西 一定要五個 我鼓勵大家 我鼓勵大家可以多看 尤其那些你手指上的東西 挑挑看不一樣 你同時看顯微鏡 同時看這一塊